本港在個多月前發生一宗近億元的偷金案 但警方到昨天才公開案情 被指行動太遲 警務處處長鄧景成回應說 絕對尊重市民的知情權 延遲公佈是因為要平衡各種不同的因素 李潘龍報道 警方昨天高調公佈 偵破一宗近億元的偷金案 但原來這一宗案件早於10月22日發生 當時兩名保安員 和另一名同黨涉嫌監守自盜 偷走一個金庫入面總值9000萬元的金條 但當時警方並沒有向外公佈案情 就算到上個月初 本港警方在內地公安協助下 在佛山拘捕了三個疑犯 警方仍然對案件借字不提 到三個疑犯移送到本港之後 警方才在昨天開記者會公開事件 警方遲遲未公佈案情 被指妨礙新聞自由 而在消息封鎖底下 市民和金箱也未能提高警覺 預防接收拆樁 在這些批評下 警務處處長鄧景成就否認不尊重市民的 知情權和新聞自由 我們也有其他考慮 例如案件本身的情況是怎樣 對警察的行動會有影響 甚至有些情況可能會否對司法的程序會有影響 同時會否考慮以上的因素去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 對於近期金價上升 鄧景成說近期涉及黃金的罪案 例如假金、偷金的罪案 並沒有增加的趨勢 剛破獲的偷金案 相信只是個別事件 而警方也會和業界商討 做好預防的工作 亞洲電視記者李鵬龍報導